相隔一年韩国男子团体YouKids再次来到大马 10月6号在Desastery Hantama Stauri韩式餐厅举行记者会 这次带着最新迷你专辑Brand YouKids 与两位新成员与粉丝见面 他们表示这张全新专辑会走出情形象 要歌迷听见YouKids声音的魅力 他们是更加淡胜和更加淡胜 还有其他唱歌之前 我们用了很多套音音 今次就想要全部两句 所以让他们听到真实声音乐 记者会上Yukis成员依赖现场展现的个人才艺 在记者会上现场模仿鸽子脸和大象叫声 模仿功力让成员们狂拍手掌 而依赖则害羞表示 我的鸽子模仿秀已三年了 但不觉得会那么快结束 谢谢 谢谢 尤其是较容易出汗的依赖 连看两套服装都忍不住把外套脱掉 也因此展露了壮硕的好身材 让粉丝们大饱眼福 好 Yukis在这场音乐会上特别邀请粉丝上台玩游戏 近距离接触 其中成员依赖选中的女粉丝 以上台就激动不喜 能对依赖牵手拥抱 还依偎在依赖的胸口 甚至要求依赖对她说 我爱你 面对如此热情的粉丝 一来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但仍有风度地满足她的要求 走到台中央对她说 I love you 然后给她一个拥抱 I love you I love you Yukis连续两年都是在六月来马宣传 而在六月生日的冬号已是第二年在马庆祝生日 他笑说这是命中注定 而同是六月生日的新成员AJ 也一起获得粉丝送上了生日惊喜蛋糕和礼物 两人满载而归 让十一月生日的凯威忍不住笑说 我是音乐会在莱马来西亚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This is my tragic story Just the breaking of my heart